我们都知道,恐龙家族是植物组最强大的存在 谁要是能得到恐龙家族的支持,谁就能够统一植物王国 这一天,山主女王和小蛙女王同时找到了恐龙组长 恐龙组长,只要你们帮助我统一植物王国,我就封你为水果国大将军 恐龙组长,只要你们帮助我统一植物王国,我就封你为豌豆国国师 我只有一个要求,你们两人谁能完成,我就帮助谁 什么要求 我的女儿被火焰森林的海蛟龙抓走了,你们谁能救回我女儿,我就帮助谁 想要救出恐龙组长女儿,就要打败由橄榄将军带领的拳击小队 阿黑骑士带领的军火小队,以及最后的boss海蛟龙 两国为了得到恐龙家族的支持,分别带领了各自王国的高手 前去拯救族长女儿,小伙伴们,你们认为,哪国能成功拯救族长女儿呢? 认为水果王国成功的寝扣一,认为搬斗王国成功的寝扣二 平局的寝扣三,突然橄榄将军和阿黑骑士带着将尸小队冲了出来 双方展开了激烈的交战 山主女王率先打败了橄榄将军他们,就还剩小蛙女王还在战斗了 最终小蛙女王不敌阿黑骑士,他们全军覆没了 山主女王来到了海蛟龙面前,对海蛟龙发起凶猛的攻击 但海蛟龙太强了,丝毫不受影响 海蛟龙在不断地接近山主女王 小伙伴们,只要你们在这长岸点赞三秒 就能帮助山主女王增加攻击力 点赞越多增加的就越快 在小伙伴的帮助下,山主女王成功打败海蛟龙 拯救了族长女儿 恐龙族长,你现在可以帮助我们吗? 没想到恐龙族长翻脸不认人 将山主女王抓了起来 哈哈哈哈,你们两国为了救我女儿实力大损 现在没人能阻拦我一桶植物王国了 到时候我就封你为王妃 恐龙族长的阴谋能否得逞呢? 关注小编下集不迷路